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我们先把上一题的一个序列摆出来 然后他说经过一趟之后变成了这样 然后问你用的是什么排序 我们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他哪里做了一些改动 是不是后面都没有变 是只有前面两个元素他交换了一下位置 那么这个是哪种排序方法 首先我们不看选项直接看的话 直接就能看出来是一个直接插入排序 第一个没有问题 然后15放到前面 作为一个简续的情况 好我知道这一步 有的同学可能不能直接看出来 我们就当做没看出来 正常往下做 我之前说过 是不是排序算法有一个特性 在判断的时候比较重要 就是是否你进行一次排序 就有一个元素到它最终的位置上 这是不是排序算法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否使某一个元素到了最终的位置上 它产生变化的是不是只有15和9两个元素 那么15不是最大 9也不是最小 你放到了一个是第一个的位置 一个是第二个位置 是不是肯定不会有它们最终位置的一个产生 如果说你理解有问题 你直接把这些的前两个位置画出来 如果你是按增序排列 前两个位置是不是-1和4 如果你按减序排列 前两个位置是不是20和15 都和你15就没有关系对不对 所以说你是不是一定没有导致某个元素到了它最终匹配的位置上 我们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就进入选项 来看一下哪些选项是可以一步导致一个元素到了最终的位置上 那么这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是不是所有能够做到一步就能够使一个元素到达最终位置的 都不是我们这个策略所可能采用的排序 因为它没有做到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排序 好 微温可以做到 快速排序可以做到 直接插入做不到 冒号排序可以做到 那是不是一目了然 只有C选项可以了 这是我们使用这一步的排除法做出来的 利用了这个排序的变化 而使得这两个元素研究了一下它的特性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好 这道题